闪现基辅5小时 拜登的大手笔打什么算盘 当地时间2月2时 美国总统拜登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 这是俄乌冲突后 拜登对乌克兰的收访 乌克兰媒体说 这次的访问非常有戏剧性 为什么呢 首先这事出乎意料 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间 美方一直以安全问题 作为拜登拒绝访问基辅的原因 这次来了 看来他们觉得安全不成问题 第二 高度保密 白宫19日晚上发布的 拜登20日行政表显示 他当天在华盛顿 晚上将启程前往波兰首都华沙 而实际上 他当时早已经在半个地球之外了 当地时间19日凌晨 4点一刻 他就已经出发 之后从波兰边境乘坐 10小时的长度火车抵达基辅 安全起见 暂时采取这种高机密的手法 也可以理解 此次拜登对乌克兰的访问 持续了5个小时 这么短的时间 拜登都做了什么呢 一道基辅 拜登就与泽连斯基夫妇会面 谈到乌克兰人抵抗的任性 表示美国政府将继续支持乌克兰 并对那些试图逃避 或填补俄罗斯战争机器的精英和公司 实施更多制裁 此外 拜登还宣布向乌克兰 提供5亿美元的军事装备 包括火炮弹药 标枪和榴弹炮等 至于之后的去教堂 去阵亡士兵进展墙等形成 基本都是仪式性的 这次去基辅 拜登最核心的内容就是提供军援 看样子 美国是没想让这场战争短期内结束了 用美国专家自己的话说 要让乌克兰摆炮灰当到底 还是那句话 在战争中受损的是俄罗斯 是乌克兰 是欧洲 但绝不会是美国 点赞关注人民日报侠客岛 我们下期接着再聊 拜拜